好 這一節我們再來講一下右邊側邊欄插入圖片的方法 首先我們先按Ctrl 造訪網站點擊一下 到前台來看 右邊這邊 你看我最下面這邊有插入 之前有講到這個文字區塊 他可以插入圖片跟文字 功能比較多一點 那另外一個功能更單純的就是這個 插入圖片 插入圖片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要用之前這個功能去取代也ok 但是我們一樣講一下 如果你希望更簡單插入圖片就好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後台這邊的布景主題 自訂 這個次序都要記得 我重複講很多次 每一個章節都講 就是前面這個步驟 點擊 之後進來小工具 然後主要的小工具 右側欄 然後我們去新增一個小工具 這邊 右邊有一個叫做 之前我們講的是文字 這一個 然後我們現在講的是圖片 這邊有一個圖片 點擊一下 好一樣我們把它拉到最上面去 比較方便預覽 好然後呢 把它點開 標題 標題我們先不打 我們先按新增圖片 新增圖片 好這時候呢 它可以讓你去選擇你目前媒體庫裡面 這就是你之前新增文章的時候有上傳過的照片 或者是你自己重新上傳一個照片 好譬如說我的Lite QR Code 然後我們來選一下 上傳一下 然後新增到小工具 好 新增到小工具 然後它就跑出來了 那你這邊標題就可以寫一下 手機掃描 送好康 太長了 你看右邊這邊折行 太長了 手機兩個是拿掉好了 掃描大家就知道手機掃描了 OK 好 這時候呢 它這邊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連結到哪裡去 連結到哪裡去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手機去瀏覽這一個網站的話 那手機看到這個 QR Code 是沒有辦法掃描的 用手機瀏覽這網站的話 它沒有辦法直接掃 但是它可以直接點擊啊 那點擊之後呢 它一樣可以加入Lite 所以你必須先去取得那個Lite的網址 你可以去看我們其他Lite的課程 懶人包裡面的Lite的課程 那我現在大概 大致跟大家講一下 我目前已經有設定的Lite 我之前在我的網站這邊有 加入好友Lite 這個網址 我把它複製起來 好 然後呢 我再把它插進去剛剛的 誒 不是這個 這個地方 連結到哪裡 貼上去 好 這時候呢 這張圖片就已經有超連結 就是點擊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會連結到這個Lite加好友的網址去 好 OK 然後呢 搞定 發表 然後再到前台去 好 重新整理一下 看右上角 出現 好 這時候呢 你點擊這張圖片 點擊之後 它就跳到這個Lite加入好友的頁面去了 OK 所以你可以這樣去使用它 好 那你要加入什麼照片 隨便你 好 隨便你 像我之前這個是 這邊 這邊是Vovo也是 哦 回上一頁 好 這個Vovo 就下面這張圖片 點擊 好 那它有個缺點 它跟那個 上次講這個文字區塊的那個圖片不一樣 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就是它的超連結沒有辦法去選擇 跳出另外一個新頁面 所以我每次點擊 它就把我原本的網頁覆蓋掉了 所以我一旦按XX的時候 這個網站就不見了 我必須要用按上一頁 回到上一頁 我才能夠回到我的網頁 好 這是單純圖片的缺點 所以如果 我不會很建議 如果你一定要放圖片 而且一定要做超連結的話 我比較建議的還是之前的這一個 這個 這個廣告 我們點擊一下它 它會跳出來了 你看一下 當 之前這個文字 它在圖片也可以插入超連結 但是它插入超連結之後 你可以點擊這個鏈結選項 然後點擊在新分頁開啟鏈結 雖然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我覺得比較好 然後你按一下這個發表 好 我們再前來看一下 這個公告的照片 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這個公告的這個 公告的 咦 跑去哪裡了 公告的這個照片 它變成可以點擊 而且 注意哦 我點擊之後 它不會覆蓋掉我原本的這個網址 它會跳出新頁 點擊一下 有沒有 它另外跳出一個新頁 原本的網頁還在 所以跳出新頁發現 不是你要的 它就打X 關掉 可是我原本的網頁還是會出現 這個就是他們之間的差別 如果單純是只有圖片的話 點擊它可能就直接覆蓋掉你原本的頁面 不能夠跳出新頁 一定要回上一頁才能夠回到你原本的新頁面 好 這是兩個不同的差別 所以我比較建議你還是麻煩一點 好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一個狀況 要了解每個小工具都要知道它使用的時機 除非一個狀況是它是內部連結不是外部連結 所謂的內部連結就是它點擊之後 它還是跳原本的網址底下的其他頁面 譬如說 好 我讓它點擊之後跳到國外照片這一篇好了 國外照片這一篇 然後我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好 再到後台去 把剛剛的上面的這一個 下面那個好了 剛剛講的這個圖片Valvo 這個圖片 它的超連結我把它貼上去 好 因為它只能夠直接貼網址 那你也可以貼內部網址 你看我的 lubbbtutor.opress.com 這是內部的網址 所謂內部網址就是指同一個網頁 同一個網頁 同一個網頁的意思 同一個網頁的意思 發表 搞定 發表 然後再到前台去重新整理一下 好 我們拉到最下面去看 拉到最下面來看 Valvo 我點擊之後 你看這個網址 我點擊之後 它還是跳到自己的網站 所以這叫內部連結 不是連到別的網站去 是連到自己的同一個網站裡面來 這個叫內部連結 我現在先回到首頁去 那你點剛剛的這個圖片 點擊 它只是連到內頁去有沒有 前面的網址是一樣的 這種狀況 我就可以建議你直接插入圖片就好了 因為做內部連結 OK 譬如說 我今天的文章有很多 然後呢 可是文章累積很多之後啊 人家不見得會去點到 你想讓它 你想要大量出現的那一篇文章 那你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把它置頂文章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做圖片的內部連結 譬如說 剛剛的這個Volvo 我希望把它移到最上面去 讓大家都看到 按發表 為什麼我要讓大家都看到這一篇 因為 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我希望人家點擊它的時候 點擊它的時候 就直接跳到這一篇文章來 國外照片這一篇 了解 了解我的意思嗎 等於說它是一個廣告的版位嘛 那點擊之後呢 人家就直接跳來 你想要廣告的那篇文章 這個這篇文章等於是 詳細 閱讀詳細資料的意思 那這個就等於一個廣告的頁面 讓人家看到 然後點擊 因為它曝光率是每一頁都曝光嘛 然後點擊之後 跳到你要它看的那個頁面 所以把它當作個廣告的入門頁面 看板頁面 就好像你去登臉書廣告的時候 的那一個 看板的圖文廣告 點擊之後呢 就是內文 我們detail內文的這個詳細閱讀內容 OK 好 這個就是這一篇我們講的這個圖片區塊的一個應用 下一個章節我們來講這個近期迴響的功能 就是只要有人在你的某一篇文章下面做留言的時候 它可以顯示在右邊的右側欄 讓你可以看得到 最近有誰留言 然後你回覆了誰 這邊可以馬上看得到 這是引起訪客的好奇 讓他們想要去點擊 每一個訪客留言的時候 其實都會發Email 你自己都會收到通知 OK 那你回應回覆的時候 對方如果有勾選 要收到回覆通知的話 對方也會收到信 那我們下一節就要講這個 近期迴響的右側欄小工具